оньми professors 祝貓祝貓 祝貓祝貓 我置 祝貓祝貓 saints wij住名なわいろと 主能高 主能高 我知主能高 我知我主必引导我的路途 主依着心灵忧伤 是北斗的释放 主是绝对的能行走 是下眼的看见 主能高 主能高 我知主能高 我知我主必引导我的路途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安息日平安 大家安息日好 真的我非常的感谢 感谢主 感恩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么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安息日 我们能够相聚在他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做崇拜 一起来做祷告 一起来听他的话语 学习圣经上的话 我们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们这个安息日其实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了 那么我们要迎接九月份新的一个月的到来 我们感恩的是在过往的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天 每一周 每一个月都有上帝的陪伴 他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真的是很赐福的一群人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又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我们灵姐妹又回到我们当中了 灵姐妹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们的灵姐妹呢 其实每一年呢 可能只回来一到两次 但是她每一次回到这里来 都在安息日会来到我们当中 来格数我们的安息日 我们也欢迎您 灵姐妹 希望呢 你这次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一些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新老教友们 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能够跟我们相聚在主的殿堂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以下所有崇拜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好 那么我们呢 也要通过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要向我们西区的教友 惠林顿的教友 以及此时此刻 通过网络和媒体 和我们一起分享这美好时刻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祝你们今天有一个快乐的 充满圣灵的安息日 那么我们的报告事项呢 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份节目单 在后面的小柜子上面都有这份节目单 那么我主要是想重申一下 我们在九月份 会有一个中秋节的晚会 在九月二十号 那么其实我们也通过了 我们教会的 矫情的灯 路上的光的微信平台 也发出了这么一个通知 那么希望呢 能够收到这个通知的所有弟兄姐妹 也能够转发出去这个信息 邀请你们的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参加我们教会主席的中秋五 晚会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十月份呢 有一个义卖的活动 这个义卖的活动手 所收的捐款都会为我们教会的圣工 做出这个捐轨这一项活动 圣工的这个 传播福音的这个事项 所以呢 大家能够积极的来参与到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义卖活动当中去 是在十月份 好 那么呢 我们主要呢 我在这里就想跟大家重申的是这两个项目 当然我们其他还有很多我们教会的活动 神经班 茶经班 各个各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好 我们下面呢 就我们的音乐响起吧 我们大家来唱这首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能够站起来 和旁边的弟兄姐妹们 说声安息日好 安息日平安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憧憬直到永永远远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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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憧憬直到永永远远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大家请坐 好 大家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们平静我们的心情 我们闭上眼 低下头 我们来做祷告 主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您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臂膀 是我们永生的盼望 父啊 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 有你美好的应许 您记载在圣经上 良言善语 是我每天分身的灵良 父啊 我们感恩 感恩您的赐福 使我们美好的生活 都有您的陪伴 我们也感恩您的存在 圣灵的帮助 在这一条又长又窄 通向天谷的道路上 我们并不惧怕 因为您是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父啊 我们祈求您 能够继续带领 继续赐福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教会 2015年下半年的圣公上 彰显您的大能和大爱 父啊 我们也祈求您 能够继续的关爱 今天来到您面前 所有的弟兄姐妹 以及他们的家人 也关爱 我们今天因为疾病 和有事物在身 而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 教友朋友们 他们都在我们的祷告之中 父啊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完全的交托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 是奋主名求 阿们 大家请起立 让我们请用歌声 来歌声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福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禅师慈爱 给认识你的人 谈以公义在心里正直的人 在心里正直的人 你那里有导致 在心里的一拼 拼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此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朋友你竟在哪里 世主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提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才满足心无数 向他亲属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珠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 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是你同行 有山是你同行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魂花软弱中 有你死恩 我就得感强 尽风暴过黑夜 不潜过月亮海 用你手牵引我 我就永晚向前 愿我说心路迹 愿我说离几语 就处了小香 有你同在的恩典 很近 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是你同行 有山是你共青 有山是你同行 你对我同行 你度不潜在的恩典 其ant的相对 宇宙的刚强 季风暴过黑夜 五千波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永晚向前 愿我说新路迹 愿我说离几语 处处留下 有你存在的恩典很近 今风暴过黑夜 五千波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永晚向前 愿我说新路迹 愿我说离几语 处处留下 有你同在的恩典很近 神啊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刺绊的音下 他们必因你店里的肥肝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何的水 我们将要遇到何远 永生遍世一起结 河水情结 如同水迹 中处宝座留下 我们必去在那河边 那江北里 那江北里 江北里 河边 那江北里 江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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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湾世 祈祷在那河边 那江北里那江北里河边 宇宙圣路聚在那河边 此河流之宝若见 不久彼岛花铭盼 不久先路有新王 不久心里十分安让 天上欢乐又绵延 我们地区在那河边 那江北里那江北里河边 宇宙圣路聚在那河边 此河流之宝若见 现在方便的请跪下 不方便的请 方便的请跪下 不方便的请坐 让我们有请Andreau弟兄 为我们做牧羊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在这个生安息日 我们聚集在您的殿堂 向您祷告 愿您在天上的宝座 悦纳和垂听 主啊 感谢您这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 让我们教会得以壮大和发展 使我们天天都能经历到 如您的恩典 让我们如同躺过在青草地上 安歇在那可安的溪水边 使我们如树一样的 叶子也不枯干 得以壮大 主啊 我们求您 继续与我们同在 继续带领我们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警醒 等候 如您第二次的复礼 也不断地 让我们在灵性上 都得到您的帮助 使我们的灵性 不断地由于长进 能够不断地来帮您 传扬福音 在整个 在我们周围 在我们所在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到之处 都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智慧和信心 将您这拯救的 好消息传扬出去 我们这样祷告 感恩祈求 向我主基督耶稣 得胜的圣名 祝我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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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请坐 接下来是爱心奔献时间 祝我祝我祝我祝 感谢神 感谢神 不甘我眼泪 在绝望 在绝望里的安慰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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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此要献上 对您的感恩 对您的赞美 父啊我们感谢您 每天给予我们的赐分 给予我们的祝福 使我们每天都在生活 在美好的应许下 在圣灵的关爱下 父啊今天 您的众儿女们来到您的面前 乐意的快乐的 奋献上这十一奋献乐意捐 求您悦纳 主啊我们在此 也祈求您能够保守 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 借着您赐予的力量 来做您美好福音的传播者 我们祈求您 能够悦恼我们今天所有的百上 将祷告不配 奋猪名求 阿们 祈求您的心思意念 我心渐渐渴慕你 感恩 感恩 疲惫不睡之地 你是我一切 我希望全属于你 只愿更多与你 只愿更多与你相亲 我要切切寻求你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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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惫不睡之地 你是我一切 我心不住思念里 只愿更多与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我永永永永远远爱你 我永永永远远可无依 你是我一切 我心不住思念里 只愿与你面对面 你的爱最美 我心不住思念里 只愿与你面对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已经听见了 你的儿女们 他们借着这首诗歌 对您的祷告 他们愿意面对面的与主 有沟通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上帝啊 愿你的圣灵灵格 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尤其是我们内心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主你的面前 是带着不同的心境来的 天父把我们邪恶的心 邪恶的灵 甚至是不正当的一个思想 来到你的面前 放在这个教会以外 让我们完全的降服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能够听见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花语 不是只有听而已 而且要接纳跟随上帝的圣经的花语 以上到高峰耶稣的 阿们 基督福林安息日会 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儿女们 大家安息日平安 欢迎来到上帝的家 今天非常感恩 神是给我们好天气 最近这一个月 每当安息日来到的时候 就是刮风下雨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上面的考验 感谢主每个安息日 我们在这里 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来到神的面前 来一起敬拜上帝 因此我在这个地方 要把我们基督福林安息日会 纽西兰奥克兰华人教会的问候 带到所有正在跟我们一起 参与崇拜的朋友们 不管您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 也是耶稣基督的话 是我们这一次系列里面 我们所说的 奋心的 我们属灵的成长的系列的 讲到的 其中一个题目叫做 耶稣说 我是复活 而且我是生命的主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而且我是生命的主 英文怎么说 我们一起读英文 英文怎么说 Jesus said Jesus said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这个是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肯定 我们今天 所要学习的 当我们 结束了这个三十分钟的讲道之后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记得 今天的结论 那个就是 因为耶稣是复活 我们一起读一杯读 因为耶稣是复活 是生命的主 因此 我可以享受 他所赐心的生命 并完全信靠他 将要赐给我的永远生命 我们感谢主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复活 而且他是生命的主 于是我 你 我们大家 可以享受 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 现在的新的生命 而且呢 我们可以相信 而且信靠 耶稣基督将来 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 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二十五节 是今天我们的纯新章节 这里面圣经如此说 耶稣就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 什么 复活 我们来读今天的重要的 耶稣基督的谈话 我们一起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我们 不喜欢听到这个字 叫做死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人人都有意思 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字 叫做死 但是各位弟兄 各位姐妹 各位福音朋友 各位亲朋好友 我们感谢主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可以解决这个字 叫做死 叫做罪 但是今天 恭喜您 耶稣有话对你说 耶稣说 我就是 生命的主 而且耶稣说 我就是 复活的主 我要在这里说声 感谢上帝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 有钱有势的人 可以解决的问题 只有 依靠 耶稣基督 这么简单 哪怕我 没有什么财产 我买不到任何的荣华富贵 但是耶稣所要赐给我的 是复活 而且是生命 最重要的是 这个叫做 白白的礼物 叫做恩典 我感谢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只要你来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 太好 阿们 不是每一个人 可以买得到 全额的保险 不是每一个人 买了车以后 可以买四年 五年 六年的 机械的保险 不是每一个人 生下来 一路 都是健健康康 但是今天 耶稣 有一个保证 对你说 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可以解决 因为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阿里路 我们已经谈到了 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世界上任何的事情 要活起来 要有光 才能够活 耶稣说 祂是光中之光 于是 我们有了亮光以后 耶稣基督 祂引导我们 进入那个 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门 耶稣说 我就是通往 永生的那个门 来到了门以后 神也没有让我们 自生自灭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了 你跟从我了 来到了这个门了以后 进入了窄门以后 我告诉你 我要给你粮食吃 耶稣基督的粮食 就是我们手上的 这本圣经 请问多少人 有带圣经 谢谢大家 耶稣之后 告诉我们 祂说 我是好牧者 好牧者为养舍密 你我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他的心肝宝贝 我们都入羊群 威于一个牧人之下 那就是耶稣之地 耶稣说 我是那位好牧人 上周我们谈到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您是跟随耶稣的吗 恭喜您 因为耶稣 你的救主 就是道路 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 还在追求福音的朋友们 如果您还是在 模模糊糊的 到底 耶稣是什么 到底这个世界 真的是耶稣所创造的 是神所创造的吗 今天 神的话语对我们说 耶稣他亲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我跟你保证 世界上没有任何 任何一个伟人 他敢说 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因为过去的伟人 现在都不在了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坟墓里面 只有耶稣之地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而且这个道路 只有几个 这句话对吗 而且这个道路 只有几个 只有一个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那个路有几个 只有一个 我小的时候 跟我儿子那么样大 或者那么样小的时候 我们 朗朗上口的一个 儿童的 教会的主日的诗歌 就是路只有两条路 我唱给大家听 路只有两条路 你走哪一条 我走生命路 你走哪一条 蹦蹦蹦路 只有两条路 你走哪一条 我走生命路 你走哪一条 耶稣说 耶稣说 只有 祂是道路 那我们要跟随谁 跟随耶稣 今天 耶稣说 我就是 复活的主 我就是 生命的主 今天各位的兄姐妹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耶稣基督 给你 给我的一个肯定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 需要 耶稣基督 我们人类需要救主 今天这里 蹦 今天那里 蹦 今天那里 掉下来 今天那里 蹦 又死了 对不对 好好的去英国 看这个 这个飞行展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飞机就这样子 呜 在路上 就这样子 掉了下去 大家还记得吗 开车在高速耕路的人 跟他无缘无故的 跟他出来 没有见过面的 就这样 蹦蹦 他就死了 难道不是吗 这一队那么好的年轻人 他们在访问 一个电视节目的记者 快快乐乐的 跟你跟我 一模一样 我们去上班 不得了 谁可以当记者 不是所有的人 可以当记者 你当记者 除了 这个林亚利词之外 好的方面的 口才好之外 你问问题 可以问得 合乎中道的 不错 你长得也要好 对不对 你精神 你的体力也要好 体力不好的人 不可以当记者 尤其是那个 背摄影机的人 摄影机多重 对不对 何律师 你看何律师 摄影记者 他是坐在那里的 感谢主 我们鼓掌鼓掌 好不好 哎呀 对不对 当在采访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之前的同事 拿了枪 不仅拿枪啊 各位 他还用他的iPhone 或者是什么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是要让 全世界的人知道说 我干了这件事情 把人就这样杀死了 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吗 然后放到网络上面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现在网络 这好也是有话 让更多的那种想要做这种 想要做一场大事的人 就像那个 飞机的那个副驾驶 对不对 他要做一件大事嘛 让全世界人知道嘛 于是 正驾驶去上了洗手间 他就把他关在外面 他就把这个飞机 就撞山了嘛 不是吗 就是如此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多的人 很多无辜的人 就这样子啦 天津爆炸 天津爆炸了以后 哪里爆炸呀 海里沙哪里 后来天津完了以后 又有一个地方 不是中国 我是讲中国 有啊 然后呢 又来了一个泰国 然后呢 美国 然后呢 其实很多很多 我们呢 要为我们这些 同胞们祷告 尤其是在国内的这些 受害者祷告 我有认识的弟兄 就在天津 我们惠林顿的那个洋书 跟过去的那个 在主内安息的姐妹 王大夫 他们都是天津 不晓得他们 不晓得洋书怎么样 不过 这个是突然的爆炸吗 都是人为 多少人是无辜的人 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我们当中 有许许多多 有这样子爱心的姐妹跟弟兄 我要谢谢你们的建议 就说科牧师 我们来 为他们这些做祷告 可能你不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是透过另外的人 跟我们说 是的 我们基督父 我们上帝 我们特别特别 为远在国内的那些受难者祷告 尤其是他们的家族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我们这样子的安慰 能够 在神的带领之下 能够进入到这些受难者 这些家属的眼中跟耳中 让耶稣基督安慰的灵 能够与他们这些人成战 让我们国内的 所有的华人同胞 他们明白 他们除了赚钱之外 除了自己的名利地位之外 他们更需要一个避风港 需要一个 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那就是神 愿天父上帝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福音 能够传遍我们神的大地 让更多的华人同胞 能够借着福音 来认识我们的神 那些心灵忧伤痛悔的 失去家人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这里 远在纽西兰奥克兰 基督福利安协日会 我们恳求上帝 你与这些人同在 安慰他们 保守他们 赐福他们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有机会 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们个人的救助 祷告奉耶稣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讲出这句话呢 大家都明白 有一对姐妹 姐姐叫做马大 妹妹叫什么 玛丽亚 他们有一个兄弟 名字叫做 拉萨利 他姐妹两个人 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就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怎么了 你所爱的人怎么了 病 耶稣基督 他在世上的时候 也有爱的朋友 也有爱的家庭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 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 或者是说你这个家 有一个特别要好的 另外一个家 你们两家是非常非常的好 每一个老师 一定有他特别爱的学生 就拿我们教会来说 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师 很年轻 他在五十几年以前的时候 很年轻 现在也很年轻 他的名字叫做胡子霓 就胡蟑螂 他当老师的时候 他最爱他学生里面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 辛迪小姐 对吗 对不对 所以他把他娶来了 就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所爱的 不管你是当初 当什么样的角色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爱这个家人 玛大 玛利亚 拉撒路 因此圣经里面 这个门爱的使徒 约翰他写了 他说 玛大玛利亚打发人去 告诉耶稣说 你所爱的那个人 拉撒路里的兄弟病了 耶稣听见了 就怎么样子呢 就说 这个病不至于死 耶稣说什么呢 这个病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了什么 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能够得到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 他听到了这个 拉撒路病危的消息之后 还停留在那个地方 有两天的时间 没有马上去救 他所爱的这个人 第五节到第六节 耶稣 苏莱 爱玛大和他的妹子 玛利亚 并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住的地方 继续住了两天 发生什么事情 拉撒路怎么了 死了 为什么 当我们碰见了这一种 事情的时候 我们恳切地祷告上帝 上帝求你怎么样怎么样 上帝你垂听我的祷告 神啊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神啊怎么这样子 神啊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 我的儿女 神啊什么什么 还是一样 没有你的愿望 没有你如愿的 没有如愿的时候 怎么办 您就很多很多的 Why Why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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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人 甚至基督徒 传道人 当他们的家里人 经过特殊的祷告以后 家他们所爱的人 还是死去了以后 他们会问上帝说 上帝为什么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 马大也是一样 他是人 马大这个姐姐 他说 耶稣啊 因为 再过了两天以后 他才去伯大尼 他们的家 两天 消息得到你之后 两天 他继续在传道 然后从那个地方 走到伯大尼 还要另外的两天 所以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这个时候 马大见到了耶稣来了 就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 必 看见了没有 这句话 大家知道它的意思吗 已经非常的白话文了 更清楚的一点就是说 耶稣啊 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我弟弟的身上呢 你为什么要让他死呢 你如果爱我们的话 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 我是受洗的 耶稣 我是爱你的呀 我教十分之一 我所安息日安 怎么这个事情 还发生呢 耶稣怎么回答 你知道吗 各位弟兄姐妹 请你仔细听 耶稣就对他说 马大马大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 也必复活 耶稣继续说 凡活者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我先暂停 耶稣说 凡活者 活者 相信我的人 将来必永远不死 请问 耶稣有没有说 凡活者的时候 不信我 但死了以后 信我的人会活着 有没有这样子 你什么时候 可以接受耶稣 只有你还在 呼吸的时候 才可以接受耶稣 所以有人说 克牧师 你不要讲那么严重 先让我享受 世界上的荣华富贵 我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去受洗 各位你永远不知道 你哪一天 是差不多的时候 所以耶稣的话说 马达雅 凡活者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请问他的弟弟 纳撒路 这活的时候 还是死的时候 就相信耶稣是救主了 这活的时候 然后您仔细听耶稣的话 耶稣对马达雅说 你相信我所说的这个话吗 Do you believe this?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有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耶稣啊 我是基督赴灵安息日会的教友 你怎么会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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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是复活的主 我是生命的主 你相信这句话 你知道马达怎么回答吗 我必须要说 马达的回答 是你跟我 起码要学习 我们在这个世上 耶稣说 会有苦难 会有苦难 耶稣对马达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的主 你相信吗 你的问题这么多 我知道你很痛苦 但是 你知道吗 你相信我所说的话吗 你知道马达怎么回答吗 马达回答说 主啊 是的 我信 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感谢主 马达的信心做大 哪怕他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祈求 但是他的兄弟 拉撒路还是死的时候 他见到了他所相信的救主 他的救主虽然没有及时地过来 拯救他的兄弟的生命 但是耶稣说 你相信我妈的时候 马达说什么 是的 主啊 我相信你就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我要说声 我们必须要学习 不管您在现在 在世上的生活 会遇见 多么大的人生的苦 跟人生的难 您还是会相信 会依靠上帝吗 还是 你既然说 既然上帝你不听我的祷告 那对不起 我走了 还是要这样子 你知道马达说什么 是的 我相信 在他极度痛苦 失去 就在前两天以前 失去他的兄弟的 这样的情形之下 耶稣问他 他还说 我相信 画家中的 马达 马利亚在空气 耶稣对他们说 你相信我吗 他们说 我相信 哇 不简单 朋友们 说相信的 在他们的家里 发生如此大悲剧的 马达跟马利亚 他们说相信 那个是马达呀 但是问题在这里 我们呢 如果今天 悲剧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你还会继续依靠 相信 耶稣吗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而不是只是 马达马利亚 我们都知道 拉撒路的事 这事发生什么呢 他们正在哭泣 耶稣就说 带我去到 拉撒路的这个坟墓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耶稣来到 拉撒路的坟墓 面前 然后呢 耶稣 怎么做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耶稣 他让拉撒路复活 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 对不对 当门徒 把 堵住这个坟墓的 那个大石块 移开的时候 耶稣就好像 创造世界的时候 一样 他用 话语说出 他说拉撒路 出来吧 就好像上帝创造 他说 要有光就有光 要有空气就有气 要有花草树木 就有花草树木 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 他就是创造的 耶稣让拉撒路复活 在圣经里面 有三次提到 耶稣基督使人复活 把他记起来 各位 我说几次 几次 Laura你可以帮我吗 几次 几次 三次 耶稣三次 圣经里面 记载耶稣基督 使人复活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三次 看银瓶这边 我都帮你写好了 把他记起来 第一次 就是耶稣 我没有按照顺序了 其中一个是 耶稣让拉撒路复活 记起来回去看 约翰福音十一章 第二次呢 就是耶稣 让拿因成寡妇 把这个儿子 能够复活 那在路加福音的 第七章 你们可以回去看 第三次的时候 是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埃卢 他有一个女儿 也死了 记得在马可福音 其中一个章节 是马可福音五章 耶稣也让他的女儿 从死里复活 这是耶稣基督 实行神迹 让人复活的三件事情 让他们复活 让耶稣基督 当时的时候 行出这个 人不可能行的神迹 让全世界的人 让当时的人 都能够明白 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主 复活的主 但是问题在这里 各位 重点开始来了 请问拉撒路 埃卢的女儿 南英神寡妇的儿子 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坟里 他们死了又复活 复活了以后又怎么了 又死了 你可能会说 好可怜 都死了两次 No 他们是荣耀上帝 荣耀耶稣基督 借着他们 他们只是仆人而已 上帝在他们 借着耶稣在他们的身上 实行神迹 让他们复活 让人能够知道 耶稣是复活的主 创造的主 生命的主 但是虽然他们死了 我相信这三个将来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永远的使命 跟你跟我一样的 阿们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 你预备好耶稣来吗 你每次都来教会聚会 是什么原因啊 我来教会只是 我今天有任务 我就要来了 因为我是牧师 我背得来吗 Henry怎么那么久 怎么 牧师我们已经看了 看得很烦 各位弟兄姐妹 这当中有一个章解 是你跟我们背得要明白 而且我认为 这个非常的重要 圣经里面最短最短的章解 居然就发生在这里 你知道这个圣经中最短的章解 只有几个字吗 英文有几个字 这是三 一二两 华语字 四个字 来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 会读的一起读 一备读 耶稣 他看到什么东西哭了 他看到坟墓 看到那一群人在哭的时候 为拉撒路的这种死 哭泣的时候 当他们看见耶稣 来了 然后呢 他们 耶稣看见玛达玛利亚 玛达玛利亚对他说 如果你早一点来的时候 我们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他们哭的那种样子 耶稣来到了坟墓 看见了拉撒路的坟墓 知道他所爱的人就躺在那个里面 然后整个村庄的人都在哭泣的时候 耶稣也跟着做什么 哭了 你知道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 我心里里面是高兴还是 是喜乐还是悲哀呢 看见耶稣哭了 你知道我是喜乐还是悲哀吗 我是喜乐 什么事啊 你的血是冷的还是冰的 还是热的 温暖 没有热的温暖 没有没有 当耶稣哭的时候 他告诉你一个好笑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也把它写上去 耶稣他在乎你跟我的感情 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 当我要跟我们的爱的人说拜拜的时候 再见的时候 尤其对你们这些人 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现在 你的心都在想你 在远在远方的自己的亲人 尤其是自己的先生孩子 你坐飞机很好坐嘛 不好啊 当他们来到土东机场 白云机场 再见 不是说再见你赶快走啊再见 我亲爱的 对不对 你这样走 多久才能够见到你 很难过的呀 尤其是如果你是带你的女儿走啊 你的先生来经常送你啊 做妈妈的更难过呀 为什么难过呢 原来你的先生 想念的不是你啊 是你的女儿啊 女儿再见哦 那我是谁啊 你想不想我啊 那我们就想你女儿 父亲母亲都是这样吧 比较想自己的孩子 各位耶稣他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乎你跟我 当我们失去 当我们失望 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感谢主 耶稣他哭了 表示耶稣他在乎你 在乎我 重点在这里 不是拉撒路的问题 各位 耶稣说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重点不是在拉撒路 那个只是个背景而已 重点在这里 大家准备好了吗 耶稣 他来到世上 不是只救拉撒路 马大玛利亚 哈利路亚 他所爱的 不是只有马大玛利亚 拉撒路 他所拯救的 不是只有拉撒路 他拯救的 不是只有 博塞大那个村庄的人而已 你知道耶稣 他拯救谁吗 他来到了 这一个被世上的王 就是撒旦 所捆绑的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地方 他有任务的 他最后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到了各个踏山 又叫做独楼地 为全世界 所有的人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 耶稣所担担的苦 耶稣所担担的拯救 耶稣所担担的罪 是你跟我 我们必须要受的罪 那叫做第二次的死亡 叫做永永远远的死亡 耶稣基督说 我来替你担担了 那个永远的死亡 我替你罪 但是那个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死的那一死 我们不能够逃避的 因为我们有罪的关系 但是那个永远的死亡的第二次的死亡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就是担当我们永远的死亡 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那个第二次的死亡 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们要感谢主 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八节 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把这样子的好消息 再一次的跟大家说 耶稣按着预言 祂自己所说的预言 祂死了以后三日以后 从坟墓里面复活了 所以耶稣祂说 祂是复活的主 祂是生命的主 因此这个时候我要请 Amazon到前面来 拿一个麦克风来 帮我读一下 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八节 好吗 底下打开来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又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还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就见西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西麻布还放在那里 就看见耶稣的果头巾 和没有和西麻布放在一处 是在另一处放 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看见两个天使 身穿白衣 在安放耶稣的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他说 因为有人把窝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到了这话 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 妇人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缘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我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生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生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上帝 也是你们的上帝 莫达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番话告诉他们 阿们 我们谢谢 要鼓掌就好好鼓掌 好不好 感谢主 我们赞美主 耶稣 他复活了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都记载这些事情 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只不过是约翰的记载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所知道的 耶稣 当他说 他是复活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的时候 他还没有被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已经对马大玛利亚 说了 于是这件事情 即将要发生 他让马大玛利亚 看见 他是有能力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不久之后 耶稣基督亲自的为我们众人的罪 来到了独楼地 被定在十字架上 然后耶稣基督要死以前 他告诉他的门徒 我三日之后必定复活 就按着耶稣基督 他所说的 三日之后 他复活了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大喜的信息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 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马大玛利亚 甚至是你跟我 亲自地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我们大家说 阿们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说 我还没死 但是我告诉你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只有耶稣基督敢讲这句话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还没死的时候 就说了 然后按着圣经所说的 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所说的 他死了以后三日 从坟墓里面 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随 耶稣基督的原因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复活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 今天 耶稣的话 如何反映在你跟我 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呢 当我们离开这个神的家了以后 您是不是又要过着一样的 跟上周一样的生活 跟昨天一样的生活 跟前天一样的工作呢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 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应许 跟保证以后 让我们能够重新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快乐地来面对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我们一起读一杯 读 耶稣说 怎么样子 让这样子的事情 能够在你的平常 日常的生活里面 你也能够感受到 耶稣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的主宰呢 您可以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建议您的 罗马书六章 四到六节这么说 他说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那就是 你要怎么样子 感受到耶稣基督 他说 他是复活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呢 就是当你认识了 耶稣以后 你要借着你的行动 来到了受洗池旁 加入神的教会 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简单地来说 就是受洗 受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体验到 耶稣基督的死 跟复活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许许多多人 已经借着洗礼 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感谢主 如果你还没有的 我们随时可以为你预备 让你有机会 借着洗礼跟随耶稣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耶稣基督联合起来 因此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没有设立很多的礼节 只有三个礼节 第一个礼节就是 敬礼的礼节 他亲自做了敬礼的榜样 你知道 施西约翰对耶稣说 我不可以啊 我给你提鞋都不配 我帮你绑鞋带都不配 你应该要 我应该要被你受洗 我怎么可以给你受洗呢 耶稣就对他说 你就做吧 让我敬这些礼 让我敬这些礼节 让我来去做这个榜样 第二个耶稣基督 在世上的时候说 设立的礼节 叫做圣参礼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谦卑礼 或者是习交礼 就这么多 没有其他的礼节 那恭喜 大家 我们的教会 就是守这三个 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礼节 习礼 圣参礼 跟谦卑礼 也就是习交礼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耶稣做了这样一个榜样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受洗就 毕劳永逸吧 今天我得救了 哈利路亚 以后就没有 看见他来教会了 这个可以吗 耶稣说 我是复活的主 我是生命的主 那我们要如何反映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呢 哦 圣经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感受到 耶稣是复活的主 生命的主的话 那您就要接受 耶稣基督 借着洗礼 加入上帝的教会 好 我就洗礼洗礼了以后呢 对不起 我已经有了天国的门票了 所以以后就OK了 是这样子吗 No 英文说什么 Just begin 这个只是一个什么 开始吧 你的受洗 证明 回应耶稣基督的爱 以及他的恩典 踏出你人生的 另外一个属灵的第一步 也就是 借着洗礼 跟天上的天君 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说 我要跟随耶稣基督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开始 你知道英文说 Just the beginning 但是你知道吗 他的后面 这个Just the beginning以后啊 不是 period 不是句号 Amazon 你知道 接下来是什么字吗 什么sentence吗 Just the beginning 各位同学 请听老师这边教大家 Just the beginning 只是前半句 后半句什么 请大家一起跟我读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一杯来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那个更好的还在后头 精彩的还在后头 各位 今天科目师的正道 讲到这里 只是开始而已啊 精彩的 接下来了 哎 哎呦 科目师不要再讲了 讲得够多了 各位弟兄姐妹 不是我 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借着洗礼 加入神的教会以后 这个只是一个 Just the beginning 好的事情还在后头 有什么好的事啊 我告诉大家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我今天离开家以前 我改了 我不讲故事 我讲圣经的故事 这个圣经的故事 是磨不掉的 在圣经里面 我们来一起读它 当作故事 保罗的见证 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好的在后头 格林多千书 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 保罗亲自的来做这个见证 他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死亡对人类 从世界的开始 亚当夏娃死了以后 一直到现在 死亡是一件奥秘的事情 保罗说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睡觉的用词是形容什么 死亡 修行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圣经里面讲死 叫做什么 睡觉 如果一个人睡觉 他会不会起来 太好 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 会不会起来 我再讲一次 圣经里面讲到死 不是用死来去形容 是用睡觉 Hallelujah Amen 表示说 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死了的人 如果你活着的时候 信耶稣 你有一天会起来的 因为在耶稣基督看来 你是在睡觉 如今把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以萨石眨眼之间 浩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就是当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然后有人在吹浩的时候 天使在吹浩的时候 因为浩童要吹响 使人要从 使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看见了吗 这个被朽坏的身体 你跟我的身体 是会朽坏的 对不对 Lora姐妹 您说我很年轻 对不对 当然我比你年轻 Lora你现在几岁 Lora你有 对不起 秘密 对女孩子来说秘密 Amazon你几岁啊 二十五 对不起 对不起开玩笑 十五岁 十五岁 二十五岁 开玩笑 我是子 我是几十八 十五岁 四十八岁 我们的身体 虽然一个十五 一个四十八 是会朽坏的 你不相信吗 你拿一个火烧你的手看看 就很像烤鸭烤鸡烤鸡烤鸣烤鸣烤鸣烤肉一样 会熟的 不朽坏的 不朽坏的 这里面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这个朽坏的身体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在坟墓里面的那朽坏的身体 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就要变成不死的 然后呢 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朽坏的 即变成不朽坏的 这个必死的 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然后保罗说了话 值得值得你跟我得到的安慰 保罗说 我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今天要把这句话记起来 这个是故事中的故事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以动摇 常常接力夺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你们每星期二星期三 去某某姐妹的家练歌 练到十点才回家 不是突然的 看见了没有 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 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们 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一个人不可能做两三四个 无印的施工 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到两个 我们要感谢主 重点重点 今天有话 耶稣有话要对你说 把它记起来 耶稣亲自地说 这个他 可以改为我 或者是你 耶稣对我们说 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大家都 我听到最近很多人说 好在 当初的时候 我买了奥克兰的房子 现在 我现在才买 买不到了 真好 不管你在哪里买房子 我告诉你 还有更好的 即将要来 那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好的事情 好的消息 现在我们还没有尝到 但是耶稣 生命的主 复活的主 已经给我们保证了 所以 那个更好的 即将要来到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继续接力 多做主公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的主 今天 你有没有因为 神的话语 觉得做基督徒 很棒啊 有吗 阿们 Amen 我们来唱诗好不好 然后我们唱诗的时候 我们能够盖过 前面这四位 领唱者 他们的声音好不好 我们要听听 下面的声音 好吗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来唱诗歌 来 我们来唱诗 我们来唱诗歌 演唱诗歌 最后写被含载 我们来唱诗歌 爱 是什么 你说阴天 还调你的心情 与天 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成绩 耶稣爱你 耶稣等你 耶稣能够 一个全新的秘密 各位你有 这个歌子很棒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灵对生命的感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有吗 有感谢主赵姐妹和臣子 对感觉是如此 各位全新的你 耶稣要让你有一个全新的你 今天 今天你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这句话 牢牢记在心里面 包括我 那就是耶稣对我们保证说 祂是复活的主 祂是生命 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 虽然你的生命 你的身体会朽坏 但是有一天 哪怕你也是一样 来到恒目面前 你的生命要在这个时候 暂时的要结束 您知道圣经怎么说吗 保罗他做见证 他说他们这些人在睡觉 当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亲自 要叫他的众天使包含他 永好吹响 那个音乐美到 耶稣基督跟他的天使 所弹奏的交响乐 好听到坟墓里面的艺人 一听就知道是耶稣来了 不知坟墓里面站起来 迎接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太好了 你说阴天 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一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 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信心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 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 要求你力量更新 我们在天上的福祝 谢谢你 您可以为我们造一颗全新的心 全新的我们 我们谢谢主 亲爱的上帝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以及感动我们的圣灵 愿今天您圣经里面的应许跟肯定的话语 耶稣基督就是复活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话 能够牢牢地记载我们每一位基督父女安息日会 叫有门面的心理里面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都能够用快乐的 喜乐的 平安的 有盼望的心情 来面对我们每天不可知的挑战跟生命 谢谢主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身体有病痛的 愿天父 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 来赐福 来带领 来赐福他们 神啊 我们接下来的一周 我们愿您 给我们足够的力量 勇气 来去抵挡 我们所要经过的苦难跟事态 我们一向祷告 终于耶稣的命 祈魂一望地求祖慈恩 经历诸圣殿各奔前程 求祖师护彬日日到云 那究竟天国受诸无尽 阿们 大家请坐 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可以在末祷后 到外厅来享用我们的爱心午餐